李賢隆總理指出 我國和奧地利有很多相似之處 當中就包括致力於培養創新能力 提高生產力和推動數碼化 新加坡和奧地利 在兩國總理的見證下 簽署了合作備忘錄 同意交換有關數碼經濟 數碼政府 電子商務等領域的 信息並分享經驗 李賢隆總理說 這是雙方在加強數碼化方面 合作邁出的第一步 兩國還可以在其他方面深華合作 有很多澳洲公司 跟技術和技術 特別是中間的公司 還不太熟悉 在遠方的地方 如果我們可以接觸他們 和他們接觸他們 勸勸他們來 理解這些機會 我認為有很多能力 國國今年是亞歇安輪值主席國 而奧地利目前是 歐盟理事會輪值主席 兩國領導人都認為 可以利用這個企劑 新加坡是一個好方向 亞洲市場 而澳洲是一個好方向 澳洲市場 尤其是俄羅斯市場 尤其是俄羅斯市場 能促進亞歇安和歐盟 也達成自貿協定 也會再建立 是俄羅斯市場 有人都會進去 俄羅斯市場